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今天下午在立法院接受了 公都盟颁发开放国会贡献奖 另外他被问到蓝白河成局了 蔡奇昌表示 两边整合之后 未来要以谁的理念为主 才是选民关心的 如果只是为了争夺利益而结合 并不会得到人民认同 同时他也信心喊话 再也整合不会影响到赖清德的选情 笑容满面接下奖杯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15号下午货班公都盟开放国会贡献奖 国民党才刚拿公都盟的资料 批评蔡奇昌 过去六年来零提案零直询 坐领甘心 公都盟马上颁奖细刷副院长冤屈 肯定他致力定品国会频道 打破密室协商 也开放公民记者采访等等 对国会做出许多透明贡献 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的各国呢 他们都会来看我们的国会频道 所以非常谢谢 不过现在选战倒数 面对蓝白和成局 会不会影响绿营选情 强调民主是价值的选择 更有信心不论科喉怎么配 都不会冲击到赖小配 不管你合或不合 赖清德所展现出来的 跟另外三组候选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价值 对赖振领而言应该是 对这个局势的发展 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随着在野整合 选战逐渐成型 就看哪方阵营能抓住选民的心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